刘备遣送刘章 天万日国万军 既然刘备得了整个的西川了 那么就说什么也不能把刘章再留在成都这 刘章开始挺害怕 他怕刘备以遣送他为名 学草草像杀刘从那样把他给杀了 刘备一听我哪能那么做呀 这样我心里就已经很不好过了 可是没有办法 那么刘章只好答应了 自己愿意去南郡到公安 愿意不愿意也得去 刘备还不错 给刘章啊送了个官衔 什么官衔啊 是镇威将军啊 镇谁去 还有什么威呀 刘章一想走了算了 他辞别刘备回到家里去一门良见 老老少少大的小小收拾收拾 第二天一早离开了成都 可怜哪 连人送送都没有 终于他的人呢 都伤了心了 不愿意再见他了 不终于他的那些人呢 你走啊 走走吧你 谁理他呀 刘章就这样 刘章就这样 离开了成都 刘备 潜走了刘章之后 他是常常出了一口气 这回自己 真正成为了西川之主了 他自领一周末 然后下令是河川相庆 整个西川四十几周 大庆贺 刘备 是众封人物 首先封西川的这些文物 其次封京乡的老臣 这是刘备留个心眼 这叫安稳人心 也就叫收买民心吧 可西川文物是各有封赏 基本上都晋升三级啊 封老将严严为前将军 法政为蜀郡太守 董和为掌军中郎将 许静为常使 庞义为营中司马 刘巴为左将军 黄泉为右将军 愚者向吴义废官 彭酱 卓英 李延 吴兰 雷同 李辉 张义 秦密 乔州 吕义 霍尊 邓之 杨红 周群 废衣 废师 孟达等蜀中诸将 是皆有封赏 封完了西川的文武 这才封京乡的老臣啊 封诸革亮为军师 观云厂为荡寇将军 寿庭侯 张飞为征鲁将军 兴庭侯 赵云为镇远将军 黄仲为征兮将军 魏延为阳武将军 马超为平夕将军 都庭侯 怎么给马超还封了一个侯爵呢 人家马超啊 世代三英 那是大汉 福部将军 马源之后 不封人家侯爵 说不过去呀 像什么孙前 简容 弥足 弥方 刘峰 吴邦 军平周仓 料化 马梁 马速 蒋碗 还有那位和刘备交往甚后的一鸡先生 是一律封赏了 刘备派军平领三千精兵 带着重礼 都是什么呀 五百斤黄金 一千斤白银 钱五千万 警署一千匹 干什么呀 赏给官云尝尝尝 让官平拿着封赏表回荆州 给官公去报信贺席 官平啊 当即起身啊 鸡餐可以小行夜宿 催动人马 他恨不得一步就跨到了荆州 来到荆州啊 先给父亲官宇报信 官公知道了 早就听说了 大哥已经得过了西川 官宇这儿正高兴 看官平来了 把封赏表望上这么一地 官公点了点头啊 嗯 孩子啊 你来得正好 传我将令 京乡九郡 是举城昏庆 杀牛才马 大雁文武 得好好庆祝庆祝 那当然了 这是多大的个事情啊 啊 自从大哥刘备走了之后 那官宇也一直担着心啊 怕取不下西川来 真要是那样的话 我家兄长怎么回荆州来啊 再说这京乡九郡 这不跟江东借的地方吗 这回啊 西川既然归了我家兄长了 东吴 你就再也别想要荆州了 所以官公这个心情啊 和刘备是一样的 得好好庆贺一番 得顺服是大白严严 官宇居忠而受 所有的文武都来给官宇贺喜啊 官平啊 站在顺唐正居中 哗被封赏表打开了 这么一读是高声朗诵 各个谢过封赏 都过来给官宇敬酒 哼 官云长 太威风了 自从桃园结役之后 直到如今 也没这么痛快过 也没这么神气过呀 官宇站起来 把酒杯忘起这么一举 列为先生 各位将军 我兄长刘全德 娶过来了西川 我等今天应该 是以罪方休 好好喝一喝 不喝醉了 这事不算完 大伙一听 是得喝个痛快 这酒席宴上 吹打拉弹唱 不能总弹总唱啊 有时候一边喝着 就有的行开了酒令 还有的呢 那么在酒席宴前 谈谈心 最活跃啊 那就是官平这桌子 都把官平给围上了 怎么回事 让官平说说 这曲西川的经过 官平开始啊 不太敢讲 他头眼看了看父亲 官宇笑 我说 你至关将来 心里说还咋 这有什么不好讲的呀 咱们也不是吹嘘吗 真的就把西川拿过来 难道就那么容易吗 不是 今天给众文武说一说 让大家高兴高兴吗 官平一听父亲有话 那好了 呼 官平就把这曲西川的经过 说开了 他越说越高兴 大家越听越记懂 这个给他满酒内 给布菜 这官平年轻 喝两中酒 他一看 这些人都这么尊敬他 大多数都是他的父辈之交 他说话也就没什么顾忌了 只讲到夹门关前 是张飞三将军 挑灯一夜战马超 哼 这锦衣马超将军可真厉害 我三叔啊 跟他那么一通 啥那么一通 战就战他不下 你说话倒看着点 这官平光顾着说了 就在他说到这儿的这时候 那官宇把酒杯这么一推 为何凤幕 就瞪了他一眼 有人就看见了 心说坏了 二军侯有点生气了吧 嗯 这大概啊 少军侯一夸这马超 咱们官宇将军有点不得爱听了 别让少军侯说下去了 给他送个信吧 有的就冲着官平啊 摆了摆手 使了个眼色 拦了拦嘴 这官平全没看见 怎么回事呢 他说的入了词了 周围有几位啊 让官平给说傻了 撑着个脖子 瞪着个眼睛 攥着个酒杯 一站在那儿就瞅着官平 那意思能快往下说呀 那么后来呢 后来 后来多亏李辉先生 把马超将军给说服了 就说降了 降了我家伯父 然后马超啊 到了成都 参立了奇功了 不然恐怕到现在啊 还拿不下成都来呢 哦少军侯 你这话怎么讲啊 就是马超啊 看我四叔赵云将军 镇前拎斩二将 马超就在我伯父跟前请了一令 他带领一少人马到成都 大吼一声 您猜怎么着 众位 好 把刘章给吓死了 啊 刘章死了 不是 下昏了 昏倒在城头 马超将军献他三日献交出成都 不然就让成都是一时俱焚 鸡犬不留 这刘章下着没等三天 第二天一早晨 手捧着印信 出来归降了 就这么着 我伯父取下了整个西川 这锦衣马超啊 他可是十分了得 关平这话还没说完呢 就听 把大伙儿吓一哆嗦 有一位文官啊 这时候正好 夹了一口菜 放在嘴里还没等嚼呢 就啪啪这一声 嗓 整个下去了 真烫啊 我说这是奶味啊 这么会儿 冰当的敲什么呀 这么喜庆的宴会 这谁这儿瞎敲乱砸呀 大伙儿转过脸了 一看啊 感情是关羽 把那酒杯摔别了 大家都愣了 听说这怎么了 这事 怎么着 用头喝着火了 醉了吧 关平下得不干言语了 大瞪着两个眼睛 瞅着他父亲 听说 你让我说的 是让你说的 你分说什么 这么夸马超还了得 这时候 国瑜站起来 参眉道数 奉命冤真 官平 父亲 你在乱乱说些什么 这锦衣马超 有什么惊人本领 像 官平 你倒顺着他说呀 对了 那跟您比 可差远了 这 官平这小孩 他不会说谎话 另外 他挺直 怎么想的 就怎么说 这 瞅着关羽 眨了眨眼睛 有什么惊人本领 哎呀 父亲 他确实惊人 要不怎么叫锦衣马超 这不单枪提马快 而且呀 人才出众 长得还漂亮 功夫好 长得好 笨 对 啊 官平明白了 明白晚了 不许你在我的面前 如此夸赞 麻蹦提 来 笔墨撤 干什么呀 当时把笔墨要过来 关羽长 提笔基数 给他大哥留背 写了一封信 把信望枝这么一放 告诉官平 这酒你别喝了 将此信 立即肃往西川 交于你家伯父 告诉他 我即日到成都 与马超 马梦起 逼个高地上下 我要跟他较量较量 哎呀 官平已经咧了嘴了 父亲您这又何必呢 我说这锦衣马超啊 他确实是一位出色的武将 那不过 休得啰嗦 赶快送去 尊名 官平知道他父亲的脾气啊 你再多说也没用了 这酒别喝了 大伙怎么不能劝去呢 谁能劝得了啊 官平吩咐 外面背马 连夜起身 官平带着这封书信 打把羊鞭 飞往西川啊 喝把官平给累啊 来到成都 他直接来见刘备 一进门 把刘备吓一跳 哎呦 这怎么了 风尘仆仆的 哎官平 你回来 参见伯父 你到没到荆州 我到了 那你怎么回来这么快啊 我奉复命 给您来送信 哦 刘备一听这才明白 这准是官宇啊 给我写了一封谢书啊 封赏了 咱们也得回封信 谢谢我 书信呢 在这里 说着把书信递上去 果然是一封谢书 前面啊 说的都挺客气 后边写了几句话 他要亲自到西川 要和马超马翁起 比一比高低上下 较量一番 啊 刘备一看这几行字啊 当时愣了 冠平 你父亲 真要进西川 与马超比武吗 是真的呀 伯父 要不我不能回来这么快啊 父亲呢 在九西宴上 把我撵出来了 让我来给您送信 一是向您道谢 二呢 让您安排安排 他即日进川 要与马超将军比武 哎呀呀呀 刘备一听发了愁了 你这怎么能行呢 信说二弟啊 你怎么能办这种事啊 好端端的 你跟人家马超比的是什么武啊 再说 你轻易离开荆州呢 荆乡出点毛病可怎么办呢 咱们刚把西川得过来 再把老家丢了 你可这事闹的 快快快 请军师来 功分不大 把朱格亮请了 刘备赶快 把信交给朱格亮 让他看看 军师看完了之后啊 笑了 主公 看来 云长将军 要来成都与孟齐比武啊 是啊是啊 先生 来不得呀 不能让云长来 你看这可怎么办呢 主公啊 云长将军 要来西川比武 荆州有诗 哪换得了啊 对对对 先生 您一言说到家了 先生看怎么样 才能把二弟云长拦住 不要紧 我写一封书信 劝说劝说 云长将军 叫他不要来 哎呀 太好了 刘备听得干忙亲自 给准备笔墨 先生 您快写 朱格亮一看 主公 何必这么着急 哎呀 你还不知道 我二弟那脾气 他要说来啊 说不定现在已经动身了 走在半路上 无论如何 得把他拦回去 哎 不至于这么快 那你也得写 好好好 朱格亮提起笔 给关羽回了一封信 信写好了 这让谁送回去啊 刘备一听 那还用找别人吗 那只有平儿送回了 关羽一听 我刚来又回去啊 你不回去 谁回去啊 如果要一耽搁 你父亲领人马来了 那怎么办呢 赶快把书信送回荆州 哎呦 关羽咧了嘴了 这都我自己找的差事 没事 我在酒席宴前 不塌塌的在那喝酒 我瞎得的取西川 干嘛呀 找谁惹谁了 好 伯夫 军师 我告辞了 关羽把书信带好 飞马望回来 这一路上 他是连打听再问 问什么呀 从荆州来不来一哨人马呀 他怕他父亲把兵马带出来 没有 关羽这才踏实点 他一口气讨回了荆州 到了帅府门前一问 军校告诉他二军侯正在书房看书呢 关羽蹭蹭蹭几步 跑到书房门口探神一看 呼 关羽坐在那儿 右手拢着常然 正在那儿聚精会神的 看春秋呢 关羽长最爱读春秋了 那是百看不厌 听到门外有动静 进来 喊一声进来 关羽赶忙 进到屋里来 深识一礼 把书信望上这么一地 关羽一看是军师亲笔回书 他打开了一看 这书信写得很客气 也很简单 可是严谨一身 诸葛亮在信里头说些什么呀 他说亮文将军御语 梦奇分别高下 以亮度之 梦奇虽雄列过人 亦乃英部彭月之徒儿 当于义德并驱争先 尤为己美然宫之绝伦朝群也 进宫寿任守荆州 不为不众 躺一入川 若荆州有失 醉莫大焉 唯祭明诏 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听说您要从荆州到西川来与马超比武 不应该呀 马超确实很英勇 但是他跟谁比呢 他只能跟英部彭月 这两个人呢 都是西汉时期汉流邦手下的盟将 说马超这人呢 他只能和这些人比 也就是说可以跟张飞张义德比 比起您美然宫呢 那差的太多了 民本是大呀 是意盖华夏呀 而且熟读兵书战策 所以我家主公才把那么重的重任守荆州交给了你 您要光位进西川比武 你一走离开荆州如荆香有失 你对得起你大哥吗 你这不是有罪了吗 所以我这个话说的对与不对呢 请二军侯你多原谅 你好好想想 诸葛亮这话说的多客气 是郑重关羽的下怀啊 关云长看完了这封书信 他是超然大笑 聪明知我心也 这就是知我者诸葛亮 他太了解我了 诸葛亮还不了解你呀 诸葛亮了解关羽呀 如掌上官文 把这个人了解的太透彻了 说句通俗话呀 顺毛驴 你只要这么一骂死他就行了 而且这人吃捧 爱听奉承话 其实诸葛亮也不单单是奉承 是骂死他 主要呢 还是为了京香 这封信的意思就是把关云长稳住 你别来 关羽呀 高兴了 告诉 关羽立刻把这封书信 传阅文武 拿去 让大伙都看看 关羽干嘛 传阅这封信呢 他也有他的想法 一呢 是给自己下个台阶 我呀 不上西川比武去了 不找马超了 为什么呢 因为军师给我来信 第二 让你们看看 军师的信是怎么写的 我呀 比马孟齐 强得多 这人有点太好强了 仅说之就是 奥啊 奥到一定程度了 不管怎么说吧 把这位二军侯啊 算给稳住了 刘备一听关羽不来了 哦 拳着这颗心算放下了 乐得他大具文武一事 一什么事 刘备啊 打算把这成都这儿 那最好的田园呢 和住宅 要分给文武 刘备这想法刚刷出来 赵云出班 给拦住了 助攻使不得呀 而子龙 怎么见得使不得呢 助攻啊 一周人民屡遭冰火 田宅皆空 尽当归还百姓 令其安居赴业 民信方病 不以夺制为私商业 汉武帝架前大将军获取病 都聚造福地 我等当孝之 资龙将军可太了不起了 这番话说的非常有分量 在场的文武 没有一个不点头称赞的 赵云告诉刘备 这田宅分不得 西川的黎民百姓 屡遭战火 他们很苦啊 田宅皆空 要分得把这田地分给百姓 让他们种好田 多打粮食 吃的用的全部缺 他好养兵啊 好扶摇役啊 按现代的话来说 好知钱啊 您才能啊 打胜仗得天下 百姓安居乐业了 民富国强了 什么事情全好办了 他说西汉名将获取病啊 曾六次平定匈奴 汉武帝 想为他庆功 给他建造府地 他拒绝了 说还不到乐守田园那时候呢 我们得效仿人家 而且现在我们跟人家 还没法比 那时候汉武帝 一统天下 现在主公您 怎么样啊 仅仅有个西川 孙权草草还没灭呢 您还没扫平四海呢 怎么能够分府地田宅呢 嘿 赵云将军一番话 说的这文武啊 是频频点头 无不称赞 这一文大将太难得了 刘备 感动着心里直发酸 怎么回事呢 刘备心想 我得怎么感谢我那老同学 公孙赞 我要不认识公孙赞 哪能得到赵云呢 这一员将太可爱 跟着我出生入死这么多年 不论遇上什么样的风险 打什么样的恶仗 眉头都没揍过 在草草百万军兵之中 就拉倒 跟着我南徐旧亲 担了多大的风险 而且人家从来 没和任何人争过功 金钱美女面前 没动过心呢 真是一位任劳任怨 忠心耿耿 文武双全 难得的大将 刘备听赵云之见 福田不分了 可有一样 他要开仓济民 这个赵云没有拦阻 因为这个事是 大得人心的事 随后诸葛军事当众 宣读了智蜀之法 旁边有一个人 可有点不安了 谁呀 法政法孝职啊 他怎么了 他听诸葛亮这一读 这智蜀之法 这也太严厉了 法政几步 走到诸葛军事的面前 军事啊 您能不能 把这法条再修改修改 昔日高祖 约法三章 黎民皆感其得 愿军事宽行省法 以为民望 就是说您这法呀 别这么严 朱克亮看了看法政 微微一笑啊 笑直啊 你只知其意 不知其二 秦朝用法暴虐 万民皆怨 故高祖以宽人得知 今刘章暗若 德政不举 威行不诉 君臣之道 见以灵替 宠之以味 未及则残 顺之以恩 恩节则慢 所以之必 时由于此啊 我尽微之以法 法行则之恩 献之以绝 绝佳则之容 恩荣并济 上下有节 为智之道 于此诸一 诸葛亮一番话 说的法政 双条大指 点头称赞 他是赞叹不一样 给诸葛亮 深识一礼 法政 拜扶军师 智赎 之道